總共有我們台南市職業總工會 還有台南市餐飲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小吃業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廚師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外匯服務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商販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西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大台南餐飲業職業工會 大台南廚師業職業工會 大台南攤販業職業工會 大台南小吃業職業工會 大台南總工會 還有大台南西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還有台南市餐飲職業工會 還有大台南中餐服務職業工會 這十幾個工會我們一起來經過討論 那得出一個共同的指引 那我們暫停開放這個餐飲 餐廳內用 那我們先請我們邱理事長 大台南西餐服務人員職業工會 來跟各位說明 來 請 我們很感謝那個我們這個我們的市長 他也是 一開始並沒有說限制我們餐廳是不能內用的 那因為今天早上的會議 我們一些會員他們其實在昨天就已經在討論 這個事情 還是大家認為還是以目前現階段 我們還是以 全國一致的防疫標準來處理 那還是希望我們餐廳的部分 賤請我們的市政府這邊 餐飲業暫時還是先不要內用 那還是以外帶為主 那當然也希望說這個延到7月26號這兩個禮拜 確實是會再比較痛苦一點 但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堅持一下 那整個防疫能夠落實 那也希望我們台南市的 目前的那個確診加齡 能夠繼續一路延伸下去 能夠到我們解封那天 能夠繼續加齡下去 謝謝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業者 餐飲業者他們的一個共體時間 以及 鄉人為防疫的一個努力 這點我們表示感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台南市餐飲職業工會 劉理事長來跟各位 來做報告 我們市長和這裡面的前進 大家午安 我們台南市餐飲職業工會 我們的肺炎有四千幾個 普遍地大家都要建議市長說 我們沒有差在兩禮拜 看這兩禮拜要因為 面對一般我們看不到 報告要落我們不知道 你 管理事長說要提出這兩禮拜 還要留兩個月三個月也不一定 所以 在這裡 大家普遍地 我們基安工會 大家都說 建議市長說要 賺錢 還是不要用外帶 在這裡議長給大家報告 謝謝